和我千天契约成为魔法使吧 是小雪的声音 小雪 你是不是在恶作剧 小雪你在哪 和我千天契约成为魔法使吧 能实现你们的愿望 你真的能实现愿望吗 大宝你不要相信我好害怕 成为魔法使就能实现愿望 什么愿望都行吗 都可以的 那我要成为魔法使 我也要我也要 大宝小贝 你们 我宣布一下考试结果 大宝得了第一名 最近大宝的作业写得也很好 作业 大宝 我才不在乎考试排名呢 我每天都有新裙子穿 小雪今天又没来吗 兄妹 你先保存着她的卷子 好的老师 小雪怎么回事 已经两天没来上课了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大猜拿到自己的卷子 记得回家让父母签字 下课 我爸妈会表摇我的 大宝 你真的没事吗 你看她那么高兴 那有什么事 回家回家 可是 小贝 你们签订完契约之后 真的没有怪事发生吗 能有什么怪事 回家喽 奇怪 这里怎么夺了大宝和小贝的实相 和我签订契约 成为魔法使吧 大宝 小贝 是你们吗 我要吓我 你们在哪儿啊 一定是在捉弄我 等我去学校再跟他们算账 上课点名 熊妹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小雪没来上课 大宝和小贝也没来 怎么回事啊 大家怎么都没来上课 熊妹 你在来学校的路上 没有看到他们吗 没有老师 你看大宝和小贝这两天都怪怪的 还在路上看到了他们三个的实相 实相 不好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需要去求助魔女凯琳 让我用魔镜看一看 我知道了 兔子引诱他们签订契约成为魔法使 魔法好计就变成了实相 然后兔子就夺取了他们的声音 来引诱下一个签订契约的人 这个邪恶的兔子 盈靖老师 我们必须去救他们 再见凯琳阿姨 祝你们好运 引诱老师我们该怎么办 必须先找到兔子 和我签订契约成为魔法使吧 能实现愿望哦 引诱老师是小雪大宝和小贝的声音 熊妹 朋友需要你去拯救 你尝试用魔法打败魔法 用魔法打败魔法 我知道了 我要签订契约 但我的愿望是 世界上再也不会有魔法使出现 成功了 你的愿望跟兔子的目的互相矛盾 所以它消失了 薛薛薛薛救了我们 我们再也不会随便相信别人了 安全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